OK 大家都做好了 我们继续开始 下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课 但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课程的第一课 因为之前是我们的一个说在前面的话 那么这一课的名字叫Java for Android的语言的重点 难点的这样一个详解 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有Android 都是有Java的语言的一个基础的 所以我不打算Java重新开始 而且如果你没有基础 大家也都知道我这次本来也都是挑了学生的 如果你没有Java基础 我都不建议你参加这次的这样一个课程 而且如果你没有基础 那岂不是还得花一两月 再跟你去讲讲Java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这次我们既然大家都是有基础 所以我就来跟大家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内容 说一下这个课的目标 就是结合Android的案例来讲解常用的Java语言特性 这个就是我说到的 就是我们讲一下Java语言 我不会空讲 我会去说Android哪里会用到它 为什么要这样去用 还有就是深入剖析 为何Android都要用到这些特性 给出一些Android的面试 常常问到的Java语言的面试题 这个到时候我会在这个课的最后 集中给大家抛 并且会给大家一些思路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寻找 重点难点是这一课 就是这些特性的熟练掌握及使用 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重点 但其实并不难了 并不难 稍微难点了 无非可能就是后面对线程啊 网络编程这些东西 大家熟练使用它 考核目标 就是对面试题的回答 到时候这课完了以后 我会问一下大家 我们也会试着来跟大家考核一下 问一下你们的表解情况 当然这课也是有练习的 这个练习就要求呢 我把我这些练习到处提供给大家 会安排一些练习给大家 大家回去就去练一下 因为据我了解 这次我们的学生 很多都已经有Android的基础了 这点很强 有些学生甚至于都自己 就目前就正在重拾Android的开发 只不过他希望系统再学一点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 为什么要摆个封面在这呢 这是一本书的封面 就大家之前在听到那个 某些网络课程的老师说 他推出一个什么 加网络课程的好高兴啊 但其实那个课程不过就是重新讲一下 加网而已 那其实真正的 各位你真的想看的话 其实老外真的走在我们前面 因为计算机是别人发明的 1946年自从诺依曼发明计算机之后 我们就一直被西方人套在了后面 除了吹牛 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到前面 什么中国发明了什么龙星啊 这种的 是吧 这一东西我们都走到前面 那 其实这里我就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就是Long Java for Android Development 就这样的一本书老外早都写出来了 而且别人不光是讲家了 别人还会聊到一些跟Android相关的一些特性 当然我没有去参考这本书啊 这个 这本书我倒是没用上 因为它里面内容太多了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其实 你想了解Android会用到那些加网络语言特性 完全可以自己去了解 带着刚刚的那些问题 以及之前我对大家的一些修养的一些要求 我们开始这一个 好 首先我们来 来问一下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程序是什么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程序是什么 程序 能说吗 实现特定功能的代码 好 这是一种说法 实现特定功能是代码 这个理解是自我的理解 也挺好 你们这些做了好多年开发的 我问一下 你知道 就是实现 就是跟他为我们做一些既定好的事情 跟他说的差不多 按指定的语法 还有逻辑组织好 创造到的家 大家说的没错 我们非专业人士要不要回答一下 我考虑三级 还不错 你也是专业人士 我更不能回答 OK 跟大家开个玩笑 其实大家说的都没有错 但实际上程序说的很简单 程序等于算法 加数据结构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为什么在大学里头 要开什么算法导论 为什么要开数据结构的 这样一个概要 这样的一些课程 因为实际上 大家想象一下 程序是怎么构成的 其实就是由算法 加数据结构所构成的 好 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我们来问一下 加法是什么 对吧 既然我们都知道 OK 程序等于算法 加数据结构 那加法 我们在学习加法语言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搞明白 算法是什么 在加法 算法在加法语言里面的 有哪些的语言特性 同时数据结构 在加法里面 又有哪些 最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主题 什么叫主题呢 就是主题是 一部分的算法 加一部分数据结构 所组成的小的这种因素单元 就叫主题 你也可以叫做一种组合 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 算法 循环语句 循怎么写 稍微 文盲 循环语句 那在你看来 它是算法 还是数据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 成为一种算法 还有什么条件语句 义附证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算法的东西 那么什么数据结构呢 类 对不对 变量 接口 这是不是都可以 称为数据结构 那么再归纳一下 我们就知道 算法好像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我们学 我们学语言 我们要这样子来学 数据结构 其实 改个颜色 红色 蓝色 红色 不理 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结构 其实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那么动态和静态组成了什么东西呢 又组成了我们的大千世界 你看我们又又用程序员的思维在看世界了 我们各位你吃饭 这个饭它是不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你也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但你吃饭就吃的这个动作 它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OK 那饭的话 我们可能我会给饭定一个class 它是个类 类的名字就叫饭 可能我还会定一些class 什么筷子啊 还有你这个人 人 它也是一个类 这些都是 我这里稍微 稍微清一下屏 怎么清屏呢 没有清屏按钮啊 OK 好 我们说算法是动态的 数据结构是静态的 那么我在 我就拿吃饭这样一个行为来说 就是 首先在 动态的上面是有什么东西 静态的上面有什么东西 静态的上面有人 对不对 我们是人 我们是静态的 我们是一个物体 还有筷子 还有饭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类了 class 动态的有什么 吃饭 吃 比方就要吃 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学加了语言的时候 是不是方法 它也是个静态的 我们也可以认为 那么同时人呢 人它本身 它是动静态的 但是这个静态只是相对而言 它相对于外面的世界是静态的 但它本身 它的血液是不是动态的 它内部还有一些动态的东西 所以它内部还有一些动态的东西 那它内部还有一些像血液啊 五官啊 这些对象 对不对 它内部又有类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类的内部方法和内部对象 以及内部成员变量 这样大家能理解吗 我听得连姑娘都听懂了 OK 好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就找到了动静相移的东西 凡是动态的东西 我们就说它是算法 凡是静态的东西 我们就说它是数据 那么这样子 我们既然说了一个程序是由这个构成 那我们就试着来想想 语言可能就是由这些东西来构成 那我们只需要干嘛呢 把加那语言里面 跟动态和静态相关的给它们归归类 OK 你加那就学会了 所以我从我从林教别人加到我 上来教语言我都这么教 而且我们先来归下类吧 这个什么程序是一种哲学和人生啊 我不断的在体现这样的一种思想 数据结构加算法 我先加一个数据结构 那数据结构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什么一些标识符啊 什么private public啊 这些东西 数据的类型 数据类型包括一些基本类型 基本类型一般就是那四种吧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什么整形变略啊 整形啊 浮点啊 布尔啊 对不对 就这些东西 那整形里头又有什么byte啊 snt啊 lung啊 这些东西 浮点又有什么float啊 double啊 这些东西 斯郡问一下 是不是基本类型 不是 yes 斯郡不是基本类型啊 不管是在家里 都不是基本类型 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基本类型 有一个跟它相关的叫chap 不过就是chap数组 或者chap集合 那么还有 我们除了基本类型之外 我们还会有一些复杂的数据结构 包括什么 数组啊 集合啊 对不对 好 这些东西定义好了 我们还有对象结构 就什么类啊 接口啊 下面还有要学到一些类的继承接口的实现 好 以此我们数据结构就学了七七八八了 就学了七七八八了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算法 算法就是什么 表达式 什么加什么等于什么啊 这些东西 那么包括一些什么 还有实力化 new啊 复制啊 就 还有类型的转换呢 这些都是表达式 那么还有流程控制 流程控制就包括什么分支语句啊 循环语句啊 什么if then啊 for啊 这些对吧 还有一些流程控制 比方说异常流程控制 try catch 我就没写了 就大家自己下去总结 还有一些IO操作 但是这些 其实这些内容 汇了过后 我们语言就已经汇了 对 但是我们在学家的时候 往往还会抛出一些东西 叫什么 我们还没学多线程 对吧 但多线程这个东西 我们一看 好像动静都有 而且多线程它本身 其实就是由我们之前 所学过的一些语言特性 就是它是由我们前面学过的 一个基本的东西 所构成的一个 像是一个比较有机的 这么一个单元体 那么所以我把它称为专题 我把它只不过称为专题 我们把多线程干掉 我们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了 因为多线程不过是 加瓦它对我们通过这些表达 硬性的给我们写了一些类在里头 比方说有些虽然的类 对不对 这它给我们写死了的一些 说白了就是它提供出来了 给我们的 给我们定义好了一些集合而已 事实上如果你 如果没有这个类怎么办 谢谢啊 对不对 OK 网络编程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里头都会有静态和动态吧 比方说它这里头的 静态的 比方说它提供了ThreadLate 比方说RunNable这样的一些接口 那么它的一些动态的 比方说那个Run函数 Start函数 对吧 这些都是动态的 还有多线程的同步 多线程的异步 就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就这样子 我们就把加瓦语言给过了一遍 加瓦语言无非就这些内容 那匹配的怎么写 大家就自己去熟悉了 什么For Every Public我就不敲了 那以后你们再学 为什么我学语言会这么快 那就是因为善于总结 这个我们回到刚刚所说的基本要求了 就是善于总结 因为我把我最开始 我还记得当时学的时候 我第一门语言是VB 准确准确的说 我第一门语言是VB Square 就是加瓦 VB的脚本语言结合ASP来开发 这不是真正的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 后来我又学了VB6 VB6呢 它有个特性 并不是所有的都要写到类里面 你看我们现在学加瓦 你所有的方法 是不是都要写到类里面 那个.9的CShop也是一样的 他们就春儿八景的面向对象的 所以呢 我当时就 他们说要找一个真正面向对象的 我去学了Delphi 那从Delphi开始 我就没有什么两天打鱼 三天晒网了 我就一直把Delphi学的 就是学透了为止 怎么叫学透了呢 最后我告诉他们 我可以用Delphi写Delphi 所以我可以用Delphi 再写一套Delphi出来 这就算学透了 从那个时候 我再去学C++ 再去学那个CShop 然后再去学的加瓦 那么这个过程中 我就会发现 因为Delphi也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一样 无非就写法不一样 比方说 比方说在复值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 Delphi在复值的时候 比方说我定义了一个 INT型的这样一个变量 我可能会这样子复值 A加B 这是它的复值语 复值符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冒号 加一个等号 但是我们在加瓦里头 我们可能是这样子的 A加B 对吧 那后来我就在想 哦 原来不同的语言学习以后 我只需要记住 它们符号的差异就行了 大家想象一下语言多好学 所以为什么我说 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呢 包括你将来 你学英语 你英语学好 你再学别的 最有很大的相通性 我在学韩语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体会 但我韩语还没有出师 我还能学得玩的 第一句 我学的第一句就是 你不是男朋友 开玩笑 肯定是对女士说的了 开玩笑 我的第一句是厕所在哪里 学的第一句 就是花江系 耳底哦 花江系耳底哦 那么 花江系在韩语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的 化妆式的谐音 你看 这个韩国人很懂相通性了 什么东西他都给你相通 所以韩文里面的单词 大概有六七成 都是外来语的谐音 不是中文就英文 所以韩语 中国人学特别方便 学到方便我都没兴趣了 OK 那么 所以大家知道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样一种差异 以后你们再去学语言 就更清楚了 包括你以后再去学 熟悉 再回头来熟悉你们的G2SE 懂得分类 懂得总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Java 我们要来熟悉一下他 我总结了大概十几个 大概十几个 重点呢 我会讲几个 那首先要理解一下我们的面向对象 一切都是累 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遍了 我就不多说了吧 都听过了吧 OK 一切都是累 什么上到你的床啊 床上用品 下到你用的洗漱 牙刷 全部都是累 我就不讲了 那么Android的里面 我们现在抛一个问题 Android里面哪些对象 我们要下意识地认为 他也是个累 这个很容易迷惑 再做两位Android开发程序员 正好你们今天在这 我就拉着你们问一下 像那个FT或什么Intent 对 他本身就是累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 在Android的开发里面 有很多我们会疑惑 他到时候会不会是个累呢 比方说哪些情况 其实加入开发也这样 好 那我说一下 就是配置文件 就我们在Manifest里面 那些所有的那些配置文件 我们当时都会在疑惑 我们要配一个Activity 你们也看过一些视频 对不对 我们要配Activity 要配Stories 要把四大组件都配到 那个XML里头 那他到时候会不会是个累呢 实际上他肯定是会 到时候会被实际化的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 他是跟那个四大组件是对应的 他那个那个写法 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 一切都是累 明白了吧 那么加瓦我就不介绍了 加瓦的语法我也不介绍了 好 下面开始我们第一个主题 叫在Android中 我们使用Instance of 来校验对象的一个类型 什么东西 先看 看看 感谢观看